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或者其他地方去旅行节食的朋友 人在美国境外 确定了即将结婚的这个关系 然后在境外的伴侣呢 就可以申请K签证 如果双方在网上认识 从来没有见过面能不能办呢 理论上也可以 但是有一定的限制 一会我们要讲到 那么我们曾经帮助客户 除了成功的取得了亲属移民绿卡批准以外 也曾经取得K签证 以及后续入境美国以后绿卡的批准 在这里根据我们的经验和相关的移民局的规定 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 那么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呢 K签证其中一方需要是美国公民 需要向美国移民局USCS先提交一个表格 叫I129F表 这个表目前官费是535美元 一般来说需要几个月审批 这个表里面需要填什么内容 需要什么样的对应的证明文件呢 申请人和受益人未婚的伴侣 双方的这个家庭情况 工作历史住职 然后申请人美国公民有没有过犯罪记录 其他的历史记录身高体重等等 那么需要和表格一起有什么样的材料呢 要证明自己是美国公民的身份 比如说护照的复印件等等 如果双方中曾经任何一方有过婚史 需要证明呢 此前的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 比如说有离婚的证明 或者丧偶的证明 双方各需要提供一张护照照片格式的禁照 另外呢 K签证是为了让这个未婚夫妻啊 入境然后得以结婚的 所以呢 双方都要有一个计划 就是说在K签证发下来以后 持有人入境美国 90天以内呢 需要结婚 你不一定要填什么保证书 或者说要有一个订婚仪式的照片呀 别的证据 但是呢 你需要有一个比较真实的这么一个计划 那么双方都已经在谈婚论嫁嘛 那么一般来说呢 至少互相应当有一些了解 所以呢 提交I129F表的时候呢 还需要提交两人在过去两年内见过面的证明 比如说旅行记录 机票照片等等 证明呢两个人已经见过面有一定的交往 如果两个人从未见过 是否可能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 那你需要提供合理的解释 比如说根据有的这个出生的国度等等 如果有这个宗教文化或者其他的个人原因等等 如果说个人只是喜欢网上相信 这个大概不是合理的原因 但如果有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原因有可能 那么这个K签证呢 很多人不了解的一点呢 是除了给未婚夫妻以外呢 实际上结了婚的人也可以办 比如说是美国公民 如果配偶呢在境外 那我可以给配偶办绿卡 两个人已经结了婚呢 可以先交130 如果配偶在美国境内啊 那就比较容易了 但是呢有的时候 配偶可能拿不到签证 签到美国来 那这个130呢交上去以后 个别情况下呢 好久没有批准 那为了实现家庭团聚 也可以先为配偶办这个K签证 这个叫K3签证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缩短这个分居的时间 需要的材料呢 就是双方结婚的证明 还有I130表的收据 那我们这里讲到了呢 先向移民局提交I29F表 移民局批准以后呢 这个批准的有效实现是比较短的 只有四个月有效 身在境外的这个未婚夫妻呢 需要向美国使领馆 来申请这个K签证 在申请办理以前呢 还需要体检 还需要财力证明 有一个I134表 这个呢类似亲属移民的财力证明的 I864表 但是要简单一些 如果受益人有孩子 孩子可以申请K2签证 不需要为孩子单独提交I129F表 只要在成人的表格上 包括了有孩子的信息就行 那么孩子呢 可以和成人同时入境 也可以晚些时候入境 但是不能安排孩子自己先入境 那么入境以后呢 像前面提到 需要按照计划在90天内 和为你提交这个I129F 申请的美国公民结婚 否则呢 原则上就需要离开美国 但是也有的时候 这个情感的波折变化嘛 如果超过90天才结婚呢 原则上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手续就要麻烦一点 那我们前面提到K签证 你看先要向移民局申请 然后呢 向海外的使领馆申请 还要提检 有这么多麻烦 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拿K签证入境了呢 双方结婚 那么美国公民就不用再提交I130的申请了 结婚后就可以直接提交I130的申请了 I485 但是前面提到呢 要在90天内结婚 如果你超过了90天 然后才结婚 就不能绕过这个I130的手续了 结婚以后呢 美国公民还要交I130 如果说我拿K签证入境 然后换一个人结婚 是否可以呢 这个不行 K签证的原意呢 就是为了便利 说双方已经订婚了 然后呢入境会比较方便 好那我们这里呢 这个讲座讲到的是美国公民的未婚伴侣K签证和绿卡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MING PAO CANADA